游戏业至冠科技呢 我们那么在昨天晚间 我们看到董事长他的女儿出格了 跟美商PKI集团的台湾公司的负责人 在昨天晚间结婚 那么他们的喜业设在军业饭店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牵着小女儿王思涵的手 游戏产业至冠集团董事长王俊博 在红毯上把27岁的女儿交给女婿 美商PKI集团台湾负责人李英蒋 上台致辞时 王俊博对女儿很有信心 如果有一天我听到你爸爸跟我讲说 这个诗涵有什么问题 那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带我儿子过去理论的 因为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会做错事情 王思涵在后头不停擦肋 父亲王俊博30年前 从唱片界转战游戏界 自创游戏公司中华网龙 去年当上台股古王宝座 身价至少有80亿元 婚礼上游戏界董座几乎全员到期 秦军院副院长朱立伦 总统府秘书长廖辽矣 优优卡公司董事长连胜文都没学习 因为我都希望我来见证或证文的都能多生三个宝宝 虽然我知道是困难了一点 辛苦了一点 但是优秀的品种 一定希望他能够多升级 我们沾他们的血 当然这个祝这个我们这个新郎新娘 今天这个爱和勇裕早生贵子 因为现在这个生育率好像很低 我想他们这个应该 应该用增加生育率的方式来贡献这个社会 冲着和女方认识多年的好交情 连胜文就算大病出狱 还是赶来参加喜宴 期刊64桌 耗资300万元 游戏界大佬王军博宝贝女儿出格 场面温馨感人 众粮新闻陈佳明方九台北采访的